北京时间2月6日凌晨 国际泳联多哈市井赛跳水女子十米台决赛 这一次的冠军不再是陈玉希 而是全红产 五跳动作得到总分436.25分 以领先接近10分的优势拿到冠军 创造了个人生涯记录 因为这是她首枚市井赛担任项目的冠军 同时终结陈玉希的三连冠 此前 全红产在奥运会 全运会 亚运会的担任项目 全部拿下冠军 不过市井赛 世界杯的层面连续颗粒无收 主要原因还是临场发挥稳定性不如陈玉希 不过 有一个细节值得注意 就是全红产输给陈玉希的这些比赛 每一次都是预赛第一 半决赛第一 等到决赛变为第二 陈玉希变为第一 放弃决赛最后一个压轴出场的策略非常成功 此番来到多哈市井赛 全红产一改往常在预赛 半决赛 拼尽全力拿下第一的策略 其中 预赛落后陈玉希35.90分 再度半决赛落后16.55分 以第二的名次晋级最后的决赛 陈玉希获得最后一个压轴出场的资格 对此 国内网友认为 全红产这一次应该得到高人指点 这样预赛排名第二的策略是对的 带给自己的压力不会太大 等到决赛跳出自己的最好状态 来到决赛 全红产从一开始变为了领跑者角色 发挥十分稳定 陈玉希这一边没有展现未免冠军的实力 前三跳过后落后全红产0.05分 第四跳是207C动作 陈玉希多次能够反超全红产夺冠 基本都在这个动作拉开分叉 这一次没有成功 得到84.15分 全红产则是得到了接近满分的97.35分 其中四个裁判打出10分 彻底被全红产的水花消失数征服 尽管最后一跳 陈玉希得到91.20分 依然未能实现逆转 目送全红产锁定第一 无人实现世锦赛四连冠 赛后 陈玉希非常大度地祝贺全红产 两人仅仅相拥致意 决赛最后一个压轴出场 多少都有一些压力 这一次全红产改变策略 最终成功拿下第一 终于拿到了梦寐以求的世锦赛担任冠军 当然 全红产跟陈玉希的较量还在继续 两人将会在巴黎奥运会上再次对决